要完成 特別注意,如果這個邏輯沒有問題 除非說它本來地址本身就是有錯誤的 那當然這個邏輯是不符合的 可是如果是符合這個邏輯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結果是對的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那我剛剛已經加1了 這邊有加1了 表示說呢 這個是找到的字 下一個字就是下這個字 那我再把這個結果 再減下來貼到MID 那MID實際上就是取這個地址的第幾個字 找到的喔 有沒有,找到那個位置加1了 然後後面可能有三個字 可能有四個字 那要怎麼解決三個字或四個字這個問題 其實跟各位講,有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是這一串公式,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串公式剛好是三個 就是要不是零就是裡 要不是裡就是區 那後面那個字的話 剛好也是三個 入接到嘛 所以我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呢 可以拿這個公式怎麼樣? 怎麼樣,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上之後呢 分別把零裡區有沒有 改成入接到 那找的東西呢 就會是尾巴那個字了 欸,那我們不就是 有我們需要的邏輯了 OK,只是說啦 再來公式會非常冗長 所以你會做 如果你一次就做對 哇,那恭喜你 你真的是算你厲害 如果你做錯啦 可能就是多練習 來看一下,不要做錯就對了 對,一先把它產生這個剛剛做的 加一的嘛 其實你不加一也沒關係 這個加一最後再做好了 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先到這邊好了 那第二個步驟的話 就是什麼 拿這個,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密的函數 剛剛MID 然後文字就是地址 給它地址 然後我們剛剛做的實際上 是第二個參數 STAR NUMBER 哪個字開始啊 就是這個字 如果找不到0就找裡 找不到裡就找區 然後的下一個字加一 OK 然後呢,要幾個字 欸,這個關鍵來了 NUMBER JARP要幾個字 那先去找路接道的位置 比如說這個應該是 路接道應該是 剛剛這個下應該是 這個是第六個吧 第七有沒有 第七個字 所以這個是六嘛 然後這個位置的話 應該六七八九 所以九減掉六 那剛好就三個字嘛 欸,所以我就要再做一個 這個字在哪一個位置 的公式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鄰里區有沒有 分別哦 改成叫路接道 路 幫我找找看有沒有路 有路的話呢就找 沒有路的話呢就找街 那如果找不到街的話呢 就找到 那這個順序的話應該是沒有固定 你路接道或者到街路 反正就顛倒也OK 反正就是找這個沒有就換下一個 找沒有換下一個的意思 好,然後呢 找到第九個字位置 再減掉有沒有 再貼一次 三個字,下門接就出來 所以我剛剛哦 其實哦 是把剛剛那個公式 減下來之後貼一次 這個是貼第一次 然後這邊加一 然後再貼第二次 所以哦 一直都貼第二次 改路接道 再減掉 後面再貼第三次 所以其實我 主要是拿剛剛的公式有沒有 貼了三次 然後分別加一 分別改路接道 減掉再貼 就OK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不要做錯 因為這個部分真的很容易 而且做錯了之後哦 你要除錯哦 哇,還真麻煩 這麼長一串啊 說真的啊 你像之前同學做錯了 然後請我幫他看 我說我重做好了 因為我說 說真的 你知道我重看 我說真的啊 不如重做比較快吧 OK,說真的 這不好除錯啦 那所以呢 其實 這個公式哦 這個可以 箭頭可以往下 所以啦 跟各位講哦 在Excel裡面哦 這個公式哦 其實它為什麼做這麼短 其實就是不希望你做太長的東西 因為它基本上只能夠 負荷比較簡單的邏輯 那你硬是塞很複雜的東西 它一樣可以walk 只是說不適合 所以以這種情況哦 多半會把它改寫成VBA 所以後面我們會把這個邏輯哦 轉換成VBA要怎麼寫 應該知道意思吧 反正就改if而已啦 if,l,if,l,if 這樣就是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那把那個fine 換成VBA的另外一個函數 尋找函數 那一樣找位置 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換個地方寫而已 OK,這後面再來看哦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打個勾 應該就ok了 下門接嘛 向下填滿 全部就ok了 那底下你可以找一下 應該大部分都ok 不過有幾個地方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它地址有錯誤耶 哪邊有出錯 好像它地址裡面有那個錯誤的地方哦 都是因為它給的地址像這個不對 為什麼不對 它是什麼東西啊 光復里七號 有這種地址嗎 所以它這個地方 可能是不是登載錯誤還怎麼樣 好像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要不就是你把它刪掉 不把它當一個 因為它這個資料就是無意義的資料 你把它放進去 統計其實也是造成錯誤 要不然的話 其實開放資料上面都有承辦人的電話 有沒有 如果你認真一點 打電話給承辦人 請他幫你再查 查核一下 有沒有 把它補證一下 不過我想應該你們沒有那麼 反正就大概知道一下 ok 其他大概會有錯誤的都是 但是他這個 這什麼 六張捷運站 難道我們還要去把捷運站的地址查出來貼回去嗎 ok 不過這個就是事後的修正 不然理論上應該是ok的 所以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那再來其實就簡單的 有沒有 我們留有這個欄位 ok 後面就好解決 所以我再把它倒車回去好了 Ctrl 字一下 所以這個很容易做錯 反正就是回到剛剛這裡 有沒有 第一步 請你把它先找到那個 不是沒有0就找0 沒有找0就找0 然後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有沒有 然後用MID 先跟他講地址的位置 然後把它貼 這個貼一次加1 這個字的下一個 然後這個再貼一次 這個第二次貼的話是改 改路接到 然後再剪掉 第三次貼 直接貼就好了 所以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邊就把它改成路 只要不要打錯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但是這個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已經做了N變了 所以應該是不太容易做錯 但如果你做第一次 做錯機率很高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另外雲端白板也有我做完的公式 如果假設你真的做錯了 那你很簡單 你剛才把公式剪下 複製 然後貼到記事本 跟我正確的比一下 你就大概知道說錯在哪裡了 那以後的話就比較不會 有那個錯誤的發生 試試看